是從剛剛看到的是 昨天的半導體協會的 重要的科技論壇 賴清德的公開談話 而美中這兩天 殺手機 殺晶片 殺的是越殺越大 對沒錯 事實上公演 我們看到影片是賴清德副總統 出席這個Semicon Semicon的台灣2023 這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要在台灣辦這個半導體戰 那有來自全球各地的半導體的 相關的菁英 他們昨天辦這個晚會 那晚會的時候賴清德就說到 他說這個台灣只有3.6萬平方公里 但是是全世界第21大經濟體 那同時之間 這個半導體串連起了 台灣跟全世界的這個整合 那同時跟台灣也生產 90%以上的先進的這個半導體 那當然他也提到就是說 未來會繼續的茁壯跟 這個發展台灣的半導體 那這個時候其實非常有意思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半導體的重要性 在中美大戰的這一段時間裡面 顯得越來越重要 為什麼 因為現在中國跟美國圍繞著兩家公司 一家公司就是中國的華為 還有一家是美國的這個蘋果公司 展開了互相摧毀對方的一個這個終極戰 因為我們到最近的華為推出了這個 MAT60 Pro這支手機 被裡面談到就是 華為裡面用的是這個中心的N加2的這個 這個約莫等於是台積電7奈米的這個製程 讓中國的半導體可以說是有了長遠的發展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美國包括說像從美國國安部門的這個蘇利文 甚至是美國的這個眾議院的這個中國問題小組的這個加拉格爾都說 我們會持續的緊盯中國的發展 我們對你持續的開刀下去 那在此同時為了要確保MAT60 Pro能夠賣得非常好的時候 中國這時候做了一個非常要命的動作 他做這個動作我覺得是跟美國這個嗆聲的意味非常濃厚 因為第一個他在這個前幾天是先是華爾街日報報出來說 中國官方的準備在政府機關裡面來說 要求了所有的政府官員 或者說你不能夠把這個iPhone手機帶到政府的這個單位 就後來的Bloomberg又說 其實不是只有這個這些單位 現在恐怕會擴充到連這個國企都會是這樣子 那你看嘛中國中央這樣子做 國企這樣做的時候你說民間企業會不會這樣做 民間企業現在也發起了很多要買華為的這個運動 他甚至還補貼了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七十的這個錢 讓你去買華為 所以買華為這樣的狀況之下 然後封鎖蘋果的這個用戶的這個狀況之下 導致蘋果在這兩天就股價重挫 每一天都是重挫3% 然後昨天一度重了跌了4% 後來尾盤拉起來 這兩天的時間裡面他就蒸發了2000億美金的市值 那這對美國來說當然是一個大商 所以看起來的話中美之間 中國這個動作絕對讓美國會相當的不爽 那尤其是我覺得中國這個動作非常的這個有意思 因為第一個 我們知道其實呢 這個蘋果公司裡面來說 他的供應鏈最主要都在中國 尤其是組裝的工人 他在中國大陸至少養活了百萬的人 人喔 就等下他寧願 我要犧牲部分的蘋果在台 在中國的這個消費 我可能有些工作會丟失 但我還是做這樣的動作 那當然對美國來講話 你居然敢動我的這個第一大市值的公司 那絕對是沒完沒了的一個狀況 所以看起來的話 中美之間下一步的這個封殺 或是下一步的制裁令 可能持續會出現 包括說現在美國又盯上了 中國又盯上了可能是特斯拉等等 那美國當然會進一步的封殺 中興跟華為 所以看起來兩個國家之間的這種 對撞已經無法避免 包括說你看這幾天的時候 李強他是代表這個習近平要去G20訪問嘛 那接下來可能這個習近平 他可能也不會去APEC 所以中美之間的那種所謂的 和談的這個狀況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這個情形之下 所以我才說為什麼這一次的 Semi的這個會議來臺灣這時候呢 賴星德講的話就非常的重要 因為在這個時候臺灣就面臨到 中美之間的這個大火拼 而且可能衝突會在秩序升級之下 那我們到底是要站在哪一邊的這個選擇 那我就講為什麼這個對臺灣非常重要 因為第一個 現在因為在這一次我剛才講到 這一次的殺 兩邊對殺的重心裡面就是蘋果公司 大家把蘋果公司已經拿到火爐上來烤了 好中美在拼蘋果的同時之間 因為我們知道郭董剛好在拼選舉 那他好 對蘋果公司在殺蘋果的時候 請問你郭董的態度是什麼樣 你的過去一段時間 你跟中國的這個官方關係這麼好的時候 現在他現在要殺蘋果 那你的態度是什麼 我覺得這就非常有意思 這個不只是只有郭董 連帶了其他的幾組候選人 你也可能在中美之間 因為過去一段時間 大家很多臺灣人都衷心希望 像我也是希望 我們能夠在中美之間 我可以拿中國的好處 又可以拿美國的好處 那很好啊 大家都這樣想啊 可能問題是你看 經過這一段時間兩個國家互殺 甚至連蘋果都開始要互相砸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一條路已經是行不通的 所以郭董的路線 甚至是可能一些所謂的藍擺路線 到這個時候就要面臨非常大的考驗的時間點 就在這個時候了 所以我才說嘛 這個就對臺灣來說就非常重要 那臺灣要選擇是 到底我們要跟中國的產業 譬如說像最近的ECFA的很多爭議 還是要跟美國的這個產業更加的靠攏 像這幾天的時候呢 這個蘇之鋒啊 或是黃仁勳等等人 都一直不斷的強調 臺灣在整個全世界的AI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這個蘇之鋒也說到 他可能會用華為的晶片 那用華為的晶片 讓美國的高通股價也出現大跌 所以他其實這一招呢 讓美國整體的市值呢 至少在這幾天呢 已經減少了好幾千億 這個對美國的傷害其實是非常大 昨天網上CNBC都在搞這件事 昨天網上CNBC的所有的財經評論 都在罵中國殺中國 這種氣臺灣人很熟悉 因為臺灣人從鳳梨殺到釋迦 殺到芒果 臺灣人很習慣 美國人不習慣他們家蘋果被殺啊 對 我跟你講啊 事實上對臺灣來說 你說殺芒果 殺鳳梨 這個對臺灣有沒有傷 當然有傷 但如果我們以這個直接產值的損失 其實臺灣損失可能是 一年的五六億台幣左右 但是對於美國來說 欸 他現在一殺 殺的是兩三千億美金的市值不見 我覺得美國是個資本主義的國家 他對這種事情 一定是相當相當的敏感 而且相當相當的在意 所以才說為什麼第一個時間 你看現在美國的很多 國會議員啊 或美國的國安顧問 其實都開始慢慢的強硬起來 從雷蒙多回去也開始強硬起來 所以才說這個可能只是 下個階段中美博弈的剛開始 那蘋果被擺上了 還有什麼公司不可能會被擺上來 蘋果都可以殺的話 全世界的公司都可以殺 所以才說接下來的中美之間的博弈 會更加激烈 那夾在這中間的臺灣 我們到底要選擇什麼路線呢 我覺得這要 我們臺灣所有民眾要好好的想一想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 分享 按下小鈴鐺